影片中 20歲的少女艾達 被診斷出致死率或殘疾率 都非常高的結合性腦目炎 從此 艾達癱瘓在床 生大學夢碎 醫生也表示康復機會渺茫 每次都來 必須疾病 必須強勁 我們必須強勁 我們不可以抗爭 我們必須強勁 我們必須強勁 愛達的父母離異之後 一家三人從沙巴搬到雪隆生活 母親魯西瑪現在辭去工作 經濟壓力鋪天蓋地而來 不過她告訴自己 為了兩個孩子必須更健壯 慈激志工佩服不已 她其實給了我很多興奮 她的戰鬥精神 她永遠離開 所以我從她學習很多 政府的生活補助 醫療資助 以及慈激的補貼 艾達接受一年多的物理治療 從躺到座 從座到站 健康狀況盡有起色 這個時候 我覺得她也很開心 看到她的孩子 有很多改善 她為她買了一個 所以我們會來家 舒邦在野慈激志工 到物理治療中心接艾達回家 媽媽魯西瑪也準備了素的傳統糕點 謝謝 愛達的重生不是偶然 是媽媽的堅持 加上社會大眾的愛心 匯聚而成的結果 年輕生命遭遇的疾病 也在提醒大家 生活每一天的平安都要感恩 大安新聞陳思雨 吳志忠 何維美林妍君 馬來西亞報導